罗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将在1月31日上任马来西亚第17任国家元首 在9名马来西亚统治者中 伊布拉辛陛下绝对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 但对于他的背景你了解多少呢 陛下又有哪些爱好呢 伊布拉辛陛下是个厨艺高手 陛下常常分享在厨房忙活的视频 熟练的下锅翻炒调味 架势完全不输餐厅大厨 其中日本咖喱羊肉更是陛下的秘密食谱 拿手好菜常常让王宫工作人员大饱口福 陛下也热爱手艺活 曾经在社交媒体分享打磨金属 制作珠宝钻戒的画面 让王民纷纷大赞陛下 上得了厅堂出得了厨房 热爱驾驶的伊布拉辛陛下 拥有汽车、重型摩托、快艇、飞机以及火车驾照 也热衷于收集各种交通工具 拥有多辆名车、大型摩托和卡车 王室曾在2022年举办展览 展示上百辆名贵跑车及摩托车 可见陛下是名副其实的爱车人士 陛下也经常展现亲民的个性 在担任王楚时便发起王室亲善之旅 组织大型摩托车队走进民间 旅途涵盖如佛各县 就连火车也难不倒陛下 陛下时常驾驶火车往返吉隆坡、居栏及新山 除了陆地上的交通工具 风上云霄当飞机师 从泰国曼谷飞往如佛侍乃 也是陛下其中一种兴趣 陛下对于马术和马球运动 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 经常在早晨骑着饲养的骏马 在王宫逛花园 偶尔也有王子及王妃陪伴左右 至于海上活动 陛下同样在行 不时带着齐全的装备 潜入海洋世界中 陛下也喜欢开快艇 与家人在海上享受天伦之乐 如佛苏丹伊布拉星一动一进 陛下爱好收集木杖 有200多把造型各异的收藏品 这些木杖是用弹箱木、玉石、铁路木材 及旧宫殿的木板制成 并由陛下名字缩写SI的标志 归为马来王室成员 陛下对大马多元文化的热爱也不少 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 除了四度出席柔佛古庙游神 与华社共庆佳节 在农历新年期间 也和华社一同捞声 挥春 展现出包容各族文化 爱民如此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 陛下其实是个混血儿 母亲是英国人约瑟芬 高祖母则是广东籍华裔女子黄亚娇 王室成员都留有不同血统 因此陛下从不看低任何族群 认为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地位 由此可见陛下上任后 也会延续一贯作风 继续为全民谋取福利 造福所有大马的子民 嗯 有也有 他爱上任何方 人 做福利 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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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